先抓取资料 就是Yahoo!股市的资料到Excel 已经OK,没问题 只是说这边要用IE物件 不能用Creditable,不能用值钱方法 那怎么做,我再来看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先把它删掉 我们就是第一个 先把刚刚那些标签 先把它 本来就横向 当然方法很多 我先把它转置一下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自己写一个程式 把它变成直的 不过算了 反正有些东西不要装你的脑筋 不要没事就一直 不过我是真的把程式写出来 所以是这样子 要把它变成纵向的 这样子是可以写得出来 而且程式并不多 四行就可以了 你可以写什么 for each in 这个范围 range A1到D8 有没有 然后呢 for each for each sale in 这个范围 然后呢 把这个sale 丢到你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一个一个的把它往下放 那边有个i i等于1 然后后面的话 i等于i加1就可以了 它就一个一个帮你往下放 前面有讲过了 不过我想这个先不要弄那么复杂 我们先用转字贴上好了 那我现在贴10个 因为里面有30几个 我觉得这样跑太久了 所以我刚刚就是试了一下 就是再把刚刚的雅虎股市改成全部 OK 那全部呢 你练习的话 不要一下三几 因为我发现 那个 还有一个位置 好像会卡一下 我网路上放5秒钟 我觉得好像太久了 不过有时候你如果不赶时间 你让它跑慢一点没关系 因为网路的环境真的不稳定 有的时候呢 出一些状况 甚至可能就卡住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 要如何做修改 第一个的话 当然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讲的就是 把刚刚这个地方 改成这样 C等于 后面加一个食品 那为什么你在网址上面会变成乱码 因为它有一个叫encoding 它重新编码 就是你用一个中文字 在网页上面它就变成乱码 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编码不一样 那可是在VBA里面它有支援 就是如果你丢一个中文 它会帮你重新编码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只要做哪些修改 第一个 我把名称就跑一个回圈好了 不过我用for each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 先抓水泥再抓食品 接下来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新增工作表 所以特别注意我在这边for each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变数叫这个stock in range A1到A10这个范围 所以它会帮我一个一个的帮我丢到 就是这个range里面的东西 先抓水泥 丢到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我做什么呢 后面这两行我前面也讲过满多了 add 有没有 shits.add 就是新增工作表到最后面 然后把最后面那个工作表改成我们现在的变数名称 然后有没有水泥就放进去了 所以会增加一个空白的 底下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边这个C等于把这个变数把它放过来 ok 那再来底下都一样 ok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那我这个等待本来是等待5秒 后来发现好像等太久 所以我刚刚有点把它先拉掉 不过程式好像还ok 大概等个2秒钟 ok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先 这边设个中断点 因为理论上前面应该这些应该大家都ok 然后 第一个呢 我们先怎么样 先 好 那就这一行先抓什么 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把这个变数水泥放过来 ok 那现在等到空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水泥跟这个串 所以会开启 那因为我IE是在后面 我Visible等于 不过如果你要看里面的东西你可以 打IE.Visible等于True 它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让它继续跑 等到它已经载路了 ok 所以刚刚同学问最多是这个 这个 Ready stay 等于是有没有准备好 如果 等于是那表示应该ok 那就跳开 就继续了 至于有一些细节 Ready stay 你可以Google一下 里面应该有蛮多其他的叙数 不过其他叙数我看一下没有很重要 目前大概不需要知道 等个2秒钟 然后呢先帮我把table抓下来 我刚刚同学好像也转不过来 这个8 网页上是9 因为这是从0开始 网页从1开始 这其实很容易就搞混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Tr抓过来 然后判断一下有没有T D 没有 那就是去把TH抓下来 ok 然后就分别 那我这边多写一行 因为我发现 D 蓝不需要 所以把它删掉 其他的话我看 这个先帮我抓 水泥抓完了 再来的话呢 再抓下一个 10坪 ok 这边 现在中转你拿掉 ok 让它整个跑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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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有在跑 ok 因为实在太慢了 所以 基本上的话呢 它会一个一个的下来 那当然未来 最好就是说 如果像这种跑很慢 最好加一个进度状态 进度状态 进度状态 把它加上去 它跑到哪里就很清楚 尤其是你要跑的那个网页数量更多的话 那其实一般这样 如果未来能够更进化 甚至你就让它全部跑完 那网页上面的东西 你就让它自动判断嘛 比如哪些数字出现的时候 其如果一般多么状况 就不用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要跟你讲的就是某一个数字 或某一个工作表里面的某一些数字出现的时候 再提醒你就可以了 让它怎么样 一段时间自动跑一下 一段时间自动跑一下 那你可以用什么 application.on-time方法 那个on-time方法就是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去抓一下雅乌股市 不然的话每次都要盯盘 对不对 你如果不想盯盘的话 你就让它去抓 然后抓到你可能你的 你要看的 比如哪一些就是股票代号 然后哪一些值出现的时候 那再把那些会诊 直接mail给你 用奥陆客物件 上礼拜讲过的 对不对 通知你一下就好了 这样的话 你等于最后看报表就好了嘛 就等于是好像有一个助理 随时在帮你盯盘一样 那不仅仅只能抓雅乌股市 全球任何股市资料 全球的期货 任何的金融交易通通可以抓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些方 你等于是把每一个助理都写好的话 那这些其实不只是你用方便 其实未来这些也都有一个就是获利的空间 这些其实都可以包装成商品 OK 也就是说呢 未来AI其实讲的就是有很多的助理帮你做事情 那些助理其实不是真的人 而是像这种写出来的层次吧 那一般讲起来也许你可以把它当你机器人看待 只是说呢 当然它还没有达到某一个有智慧的阶段 如果你要让它有智慧的话 可能你的data base要够庞大 那所以这时候你就是不断累积data 网路上很多的data嘛 你把它全部抓下来 做一个会整 让它具有智慧 比如说把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抓到 当某一些纸出现再跟历史资料做一个比对 那你可以自己想要公式嘛 当某一个公式某一些纸出现的时候 真的就可以买了 像之前美金很低的时候嘛 你看五年内哪个最低的再不会再低的 你就买那个纸不就好 所以我那时候也买了一些嘛 像日币也是一样 日币也是都大概点二六都一定要买 就买一堆 所以我现在当出国的时候 我也办了一个那个信用卡 他直接给扣我的机器 所以出国的话都是点二六的汇率嘛 然后呢 一律要日币结账 因为这不会有汇差 他也不会收索需费啊 所以像算下来我大概 如果去日本玩的话 大概可以打九折吧 包含机票 住宿 然后买东西啊 为什么?因为我先买了嘛 现在点二八了嘛 所以中间会有价差嘛 不是也是类似啦 类似这种概念 就你可以随时有一个东西可以提醒你一下嘛 不然的话你就是自己看嘛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就刚刚 刚刚的重点 特别注意哦 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把这个清单先从我路上捞下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跑一个回圈 OK 这一段 其他大概自己参考一下 那刚刚完成的程式嘛 在哪里呢? 在这边 有没有 就是 用IE 物件的部分 另外 其实还有第三个部分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 XL XML IGTT物件 抓那个网路资料 不过呢 我刚刚讲为什么 没有特别讲 因为这个东西呢 太复杂了 光看程式就知道了 这个还算简单的 这还算简单的 还有 底下这些 光看 不过有兴趣的同学 对于程式不排斥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这个就是 XML HTTP 物件 它其实主要就是 把你那个 我们刚刚按右键检查 右边那一些原始码 全部抓下来到这个物件里面 然后你就是去再把你要的东西 把它切出来 放到XL 概念大概是这样 不过光看到右边那些东西 你偷偷晕了 不过我自己看过 我觉得我自己也头很痛 所以 干脆前面两种应该比较OK 有兴趣的同学 这边就给各位当参考 第三种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目前用IE物件抓网路资料 其实你大概 今天讲的也不会说 太复杂了 顶多就是说你要知道 那个基本的标签余法 TAGNAME 就是那个TABLE TRTD 还有最多一个TH 那未来如果你还要再抓 网页上的其他东西 你就自己再到右键检查一下 它会出现有一个TAGNAME 那你就用那个TAGNAME 把你要的东西抓回来就好了 也就是透过类似的方法 只是说其他的这些变化 恐怕就是 请各位就是自己再花一点时间试试看 那这个领域其实需求还蛮大的 以后的话呢 举凡所有的金融商品 其实或者是说政府机关都会把所有东西上网 所以如果你以后能够利用这些方法 还就可以轻松许多 然后其他的话还可以做到很多 等于是把一个助理写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还蛮有必要性的 OK 那今天的话时间也差不多 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个 网络下载之下一个礼拜最后一次 再来就是可能会讲一下有关那个 就是把工作表变成工作部的那个 就是那个过程的分割跟合并部分为主要 那个我觉得是最重要 我们的同学有提到 就是怎么样把你的大量的工作表做 输出成那个工作部 就Esser档案 然后可以把大量的工作部里面的东西 Esser档案全部要合并回一个Esser档案 分分合合的部分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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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